来大家把手机拿出来 课前先把我们这个课堂的二维码扫描一下 加入我们的课堂 结合了很多现在的科技 把原来的旧电脑什么的都换掉了 然后中间还放了一排大屏幕 让后面的学生能更直观地看见黑板 老师在黑板上做的笔记 我们在手机上也能看见 学习氛围也变得非常的好 今年暑假我们西安翻译学院 开始了大规模的教室改造 投资了7600多万元 对现有的十座教学楼的四座 进行全面改造 共改造了二百间智慧教室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第一就是因为我们的办学宗旨 就是取之以学 用之以学 第二就是我们要围绕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材 教学 教法的改革 这个智慧教室自从建了以后 再也不用用粉笔在版书上写了 学生下载笔记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公众号 关注这门课程下载老师的版书 直接点击add件截图 是非常方便 而且它有全程的录播功能 可以将老师的教育学的全过程 无感知化地存入西安翻译学院的教学资源库中 前来画一些几何图形的话都得用手画 现在可以直接点击一下画 而且还可以填充 还可以三维地旋转 还可以展开 非常方便 同学们反应都非常好 觉得好像在上一些科幻课程一样 他们的上课积极性也充分被调动了起来 上课效率也极大地有提高